剛剛有人問我Bistable,即是雙重穩定性或簡稱雙穩這個現象的問題 這件事的起源就是有位同學問我 有機化學裡面ring flip這個現象 即是一個benzine ring,不是benzine ring,是一個alkane ring 它可以有兩個不同的狀態 因為它可以在兩個不同的三圍的形狀之間flip來flip去 那視乎那個alkane ring,那個hexane ring它貼著什麼東西 就會影響到兩個擺位,哪一個的份量多些,哪一個的份量少些 我在家裡就沒有那麼多這個化學的解說道具 就做不到一個真正的ring flip來解說 但其實我的主力研究是研究工程力學的 所以我就想用一個更簡單的角度去解釋雙穩泰這個現象 就是我想用一張卡來解釋 那你叫做一張卡,那一張卡就 底面就除了這張卡兩邊有了不同的化學圖案之外 其實兩邊是完全一樣的 即是就像一個hexane ring一樣 如果兩邊它接駁的其他group是完全一樣的 其實你flip底還是flip底是沒有分別的 但是這個雙穩泰這件事沒有雙穩泰這件事 就是這樣按一張卡,這樣它就會開始動 它就會開始曲了,而曲了之後 其實它是有兩個不同的穩定態的 它可以曲向上或者曲向下 但是你將它放在中間的話 它是不穩定的,它可以隨便向一邊 這件事就是雙穩泰 Bistability,或者叫Bistable的形容詞 就是有兩個穩定狀態,但中間是不穩定的 那麼一個cyclohexane的ring flip 就是相同的現象 不過它就有六粒carbon atom 和周圍的HIRGEN或者其他原子 黏進去都好 它就會在向上扯和向下扯之間 可以自然跳來跳去 那麼你會看到你將它由向上扯 變成向下扯 其實只需要給一個物理 只需要一個力學的impulse 只需要給一個力學的impulse 當我們在說一個分子的時候 它自然就是可以在自然的空間裏 因為那些分子會震動 如果是液體或氣體會撞來撞去 它就會自己撞去 所以它就會在兩個形狀之間 會自己彈來彈去 那麼如果呢 你那件東西是兩邊對稱的話 那麼首先 究竟在上和下是沒有分別的了 而它上和下兩個形狀呢 這個比例應該是平均的 因為呢 它有random撞 所以隨機撞 可以撞上 也可以撞下 那個比例應該是一樣的 但是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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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有其他東西頂住它 例如 我有個Cyclohexane ring 但是呢 但是呢 我底下是有個很大的群組 例如 有個 無緣無故有個 Bromine黏著 這樣呢 這樣呢 它就好像有一塊東西 在一邊頂住它 即是它按下去 它按下去 過了一半 過了一點點 就無謂被它按 那麼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那麼 你要用它 踢向上不是很容易 但你喜歡踢向下的力 就要大一點 但是踢向上就是容易 踢向下的力 所以 就說 如果有個 Hexane ring 但是其中一邊 有一件很大的群組 黏著下去的時候 它 那邊的群組 撞在一起 那個玩法 它那個比例就會少 因為它沒有那麼固定 它不是固定 固定 固定的話 就會自動變成其他東西 就很難找到 而它只是沒有那麼固定 它只是沒有另外一個那麼固定 所以在這個做ring flip的題目 發學的題目的時候 你還會說 這個ring的兩個擺法 一邊的份量是多一點的 另一邊的份量是少一點的 因為這邊穩定一點 那邊也穩定 但是沒有那麼穩定 那就跟物理上 這個結構力學上 因為它叫做buckling的現象一樣 就是 就是 你可以 即是 有一張卡本來是直的 你可以打一直按它 它可以吃到某個位置 它就開始推向一邊 它是推向左 推向右 如果它對稱的話 如果它對稱的話 但是如果它不對稱 你 有些東西想將它推向其中一邊 例如這邊有些東西頂住的話 它就會想彈去那邊 那邊 那邊 就更穩定 那邊 就沒有那麼穩定 那兩個現象 這個也叫相穩的現象 在結構力學和有機化學裡面 其實是同一個力學現象 去導致這兩方面都有相同的 一個bistable的現象 那就今天解釋一下 那這張牌呢 是一個雙屬的 我一個雙屬的遊戲設計師 他們其實是中學生物和化學老師來的 那他們就做了一件叫做Chemist Play的東西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就搜尋一下它這個叫做 Work Hard Play Cards的東西 那就幫他們賣廣告 因為今天想用一張卡片來解釋化學現象 那所以剛巧就拿了他們的卡片出來 那有興趣的話就光顧一下他們吧